陶器大批旅客入境 边境大幅松绑 刚好落在秋冬流感流行之际 医师直言 今年冬天病毒一定会多重流行 我们最近门诊的病患 除了新冠肺炎之外 其他的病菌 例如酶浆菌肺炎 呼吸道融合病毒 甚至是诺罗病毒肠胃炎 A型流感的病例也增加了不少 有发现一些零星的一些流感 一些的病例 公布疫苗10月1号的时候来台大 呼吁民众还是应该要打流感疫苗 台大医师吕军医指出 因为三大原因 包含累积两年的免疫负债 边境开放防疫松绑 以及民众心态改变 所以今年冬天 有九成以上的机会 会发生各种呼吸道病毒反扑 造成病毒多重流行 台大小儿科医师李兵英表示 当流感流行之后 一定会造成伤亡 尤其是幼儿长者 以及慢性病患者 每年流感死亡人数 大约100到200个人 今年势必会流行 呼吁一定要尽速接种流感疫苗 医师林应然提醒 今年流感病毒有变异 高风险族群要小心了 今年的流感流行病毒株 也跟去年稍有不同 老的年纪很小的 或者是本身有慢性病的 常常感染流感之后 会有重症跟死亡 今年的流感疫苗 不会再像这个去年跟前年一样 流行的状况会比较厉害一点 所以及早打疫苗 可以有这个保护力 医师提醒 国门开放的同时 要严防各种病毒感染 不要轻忽欢乐解封背后 隐藏的致命危机 记者李琴 王一仲台北报道 我是林佩杰 从生活消费 政治议题到国内外的最新话题 透过镜头传递新知 我在中市带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资讯 请您锁定中市的YouTube频道 同时要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